在地画思维席卷全球 而崛起于台北的饭店型博览会 也开始在中南部推行 并以在地画廊作为展览主轴 试图形塑当地独有的艺术氛围 画廊协会去年2月仪式台中举办T2 今年1月首都在台南举行赴程博览会 台南作为历史古都 不但有最早的台湾人类化石 也是荷兰人及郑成功至台时期的首都 在台湾文化发展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外地来的或是外国来的朋友 我都会告诉他们 我们台南是台湾历史的起源 也是我们台湾文化的起源 更是我们艺术的起源 其实台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 其实它的在地性比较浓 收藏方面的一个习惯 其实它会比较就一个所谓的缘故法 就是说是认识 或者是说这个画廊是在地的 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收藏家 它对它的认同度会比较高 艺术展览形态五花八门 其中以艺术博览会 最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艺术品观众 台湾除了台北艺博会 也分众发展出饭店型博览会 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我想脱口博览会是最快让艺术家的作品 获得广大观众的一个认识 因为我觉得饭店型态会让人家感觉很放松 然后能够真正的去享受 一件一件作品去享受它 然后在一个很宁静的环境 空间里面去感受艺术这样子 有了央仔之后呢 陆陆续续的延烧 到花囊学会主办这次的饭店型博览会 藉由这一种方式来呈现 每家花囊所带来的作品 给台南市的市民或者是厂家了解的话 毕竟还是一件好的事 让大家都有一种不同的一个看法 自私性的那个大型博览会当中 大家都有这种影响 但是饭店型是一种轻松的 饭店型博览会打破固有的展间规划 部展者能大展身手 开拓视觉呈现的多变性 让观众在作品与空间的对话中 看见画面的延伸 建立轻松有趣的观展新体验 我们那时候一走进房间就觉得说 既然这是一家搞艺术的 我想就是要没有僵化的限制 所以说我觉得在一到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来我们大家开始玩吧 对就开始玩艺术吧 我说不管能够腾空的腾空 不能腾空的就摆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好 我们就像艺术家一样 改善这个空间 然后将它布置规划这样 以往都是在白盒子的状态去展出 那现在有这种饭店是有各个的家具什么的 就是融入我觉得感觉很好 所以在布展部分 我会尽量让作品融入这个饭店的方式 所以在空间上 还有像这个镜子的摆设画 我会像会试着利用饭店原本的设施 或是器材再进行做一些变化 不过一样还是尽量维持饭店的特征 去做成处这样子 当初只知道说 墙壁上不能钉钉子不能挂 所以就是那时候 在考虑挂画这方面是没有想很多 就想说那种摆设的东西比较多 全世界最早的艺博会为克隆艺术博览会 艺博会的概念引进台湾后 提供艺术家在关注议题 以及作品表现思考的不同面向 同时也拓展收藏家的眼界及视野 假设就我们北部来讲 北部的收藏家他会认为 如果说这个艺术家其实价位也不高 然后也是他接受的一个艺术家的话 他其实他会去支持 在南部地区就是我跟你是朋友 我就会 对 同场式的那种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氛围 国际型的藏家他大半是看 艺术作品本身给他的直觉感应 或者是说这个艺术家在国际上的重要程度 或者影响力他比较看的是这个层次这样子 台湾饭店型博览会起源于2007年的 Young Art Taipei 随着时间的长流蔓延到台北时以外 在各地萌芽发展 让人期待饭店型博览会 不只表现在地文化 也能用艺术打破地域疆界 促进观众与收藏家的互动交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